我會想將這顆鑽石送給我自己 因為它是代表一種自我的肯定 Self Love, Self Appreciation And to Remind Myself to Keep Shining 我是Emmy Wong 全職Youtuber和健身教練 Naturally Strong我覺得是好像天然鑽石 堅毅不屈 對我來說其實堅強是一種選擇 是要靠意志去培養和訓練出來 天然鑽石是世界上最堅難的寶石 它深藏地底 承受極端的高壓 高溫和火山爆發 經過數十億年的歷練 工匠精深的打磨 最後成為閃爍耀眼的桂寶 很多時候你必須選擇做一個堅強的人 要相信意志 你希望自己擁有一個怎樣的人生 你永遠都可以做選擇 由讀書去成為全職Youtuber 遲了穩定的工作 跳出舒適圈 一切都是無心插柳 好像是命運的安排 如果你問我成功的要決 最重要是堅持 特別當你遇到困難 逆境 都可以堅持下去 不輕易放棄 然後你就會看到自己 一步一步地邁向成功 我以前是一個很貪玩的人 可能只顧著去喝酒、派對 對健康是完全沒有特別的意識 我覺得運動一開始 就有一個動力 因為想符合一點 漂亮一點 但其實之後已經變成了 我人生一個很重要的習慣 因為人生可能有很多其他事情 你都控制不到 但是運動是一個 你自己可以掌控到的東西 而且你可以看到自己的進度 或者很多以前以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你現在做得到 那就給了你很多能量 你可以由運動帶到你人生 其他各方面都會覺得 原來我有這麼大的能量 可以做到這麼多不同的事情 我有一個文身寫著Determination 就是要提醒自己 要決心去達成自己的目標 在其他人的眼中 可能他們會覺得 我有成功的事業 一段穩定的關係 擁有令人羨慕的人生 傳統的觀念 是女性適時結婚 生小朋友 過著大家認為幸福的生活 我經常都會問自己 這個是不是我想擁有的生活 是不是我想要的未來 有一隻鑽石戒指 代表了我人生中 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當一個人真正了解到自己的需要 和追求 懂得聽內心的聲音 尋找真正的目標 終於我可以重拾力量 和對自己的信念 而我最感恩的是 Ocan 和大家對我無限的愛 和支持 我人生其中一個最大的滿足感 是能夠成為 FORBES 30 Under 30之一 對我是一種肯定和榮耀 O consulting FORBES 60 Under 30 時的 Evangelices PES 60近